将陶土摔打塑成圆柄状 接着林振龙老师还要继续施展魔法 原本施阵的陶土经过国考后 竟然就像张汉已久的大地军裂开来 咦是不是跟一旁的作品有几分相似呢 没错老师为大家展现的 正是行则大地系列作品的技法 像我们一张纸 如果说用剪刀或者刀子踩下去 它是很平滑的 用手把它撕开来 它就产生纤维拉开的感觉 那我的泥土的成型方法我也是这样子 但是做出来只是毛沛要衣 还要经过手工的装饰 我们都是游着在我们的大地之上 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田里面的土地 就是说有水的时候它是烂的泥土 但是它干的时候就变成龜略的土地纹 均略的土地纹 那我就把这种泥土的这种潮湿的时候是膨胀 干燥的时候是所说的规律 那种线条跟土块的美 我把它表现在我的陶艺作品上 操作陶艺近40年的林振龙老师 从生活陶逐渐转型 追求心灵艺术 将陶土中的自然精力结合丰富的幼彩 林振龙更以难度较高的方体造型来表现 这是将大地的脸谱刻画印记的系列作品 此外他也利用对材料技术的熟悉 创作出点线面结构的空间系列 我里面的空心的部分 我在成型的时候 我先用保丽龙的块接起来以后 我这个线条的部分我用竹子 然后我再调适当的泥土 再把它敷上去 敷出一个造型出来以后 去在900多度的时候 把竹子跟保丽龙烧掉 之后我再上又烧成的 因为一般的陶艺作品 来讲的话 瓶瓶罐罐比较多 那我想需要有一点比较奇特的造型之外 就是说挑战那个美感的空间 不仅在造型意境上勇于突破 林郑龙对幼彩的应用也十分讲究 像是幼料的发色 还有上色范围等等 才能成就一件件完美作品 也欢迎民众在30号前前往细细品味 记者唯一提一台做什么道